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屯相都有着本身存在的意义 通过深入研究的话 必然可以对一个人的性格特点 综合运势 以及未来发展 有着更为清晰明确的认知 其中通过观察一个人的屯部 也可以预测到他们未来的运势走向 下面就来具体了解一下 为什么说富贵在屯 以屯部魂元大小适中 这种屯相在相学中属于最好的屯相 屯部长得魂元有肉 大小适中且富有弹性 这类人一辈子衣食无忧 聪明能干 人际关系非常的好 容易得到周围人的帮助 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和魄力 不断斩获亮眼的表现 从而赚取丰厚的钱财 上学的时候 他们成绩优异 每一年都可以拿到可观的奖金 等到工作之后 他们的业绩是最出色的 再加上本人踏实肯干 除了基本工资 能够不断攀升外 也可以获取额外的奖金和提成 他们很有投资理财的头脑 不管是购买的高风险 股票还是稳健的基金 都可以获取不错的收益 这类人一辈子都不会缺钱 花生活很幸福 二 婴儿屯 所谓的婴儿屯 指的是臀部长的肉比较多 臀部两侧的肉比较少 像中间集聚 这类人家庭和谐 一生富足 人缘很好 一生很有福气 他们可以从伴侣那里 享受到很多物质上的快乐 即便自己赚钱能力平平 也照样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 男性的话 性格温和 善良友好 可以得到贵人提携 成功娶到有钱人家的小姐 婚后 在老丈人和妻子的帮助下 还可以顺利走上 自主创业的道路 手头 自然不会缺钱花 如果是女性朋友的话 她们大多外在颜值 很高 可以成功嫁入豪门 婚后 能够安心扮演豪门 贵太太的角色 不需要为了赚钱 抛头露面 这类人一辈子都不需要 为钱财的事情发愁 可以随心所欲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还有机会和伴侣 环球旅行 日子惬意又自在 三 臀部大而松弛 在相学中 臀部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和 对待金钱的态度 代表着一个人的靠山和坐拥财富的能力 如果臀部大而松弛的话 说明这类人属于天生的富贵命 小时候家庭条件就很好 父母非富即贵 他们含着金汤勺长大 富贵无忧 可以接受优质的教育 长大之后 可以在父母的资助下 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 也可以在父母人脉的帮助下 进入到理想的五百强大公司 当然如果他们不想上班 希望继续求学深造 或是环球旅游 自然也是可以的 因为他们的父母很有钱 这类人虽然出生富贵 但从来没有教 纵的心理 可以保持平常心 也不会过于挥霍 而且他们为人慷慨大方 善良友好 看到处于困境中的人 还能够积极伸出援助之手 口碑很好 晚年生活幸福 四大圆屯 中国有句老话 常讲女人屯部圆大好生养 如果女人的屯部长得浑圆 有肉 很有弹性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生性 比较的乐观豁达 待人处事随和大方 而且家庭责任感非常重 凡事都是以家庭和家人为重 在外汇做事 在家也能相夫教子 人缘非常的好 而且这种女人生育能力比较强 与子女之间的缘分深厚 家庭关系和睦 晚年安康而幸福 五屯部浑圆大小适中 这里说的臀部大小适中 主要是以双肩位 参考 如果女人的臀部宽度 与肩膀的宽度差不多齐平 且看上去略显丰满有弹性的话 这种臀部属于一种比较标准的臀香 长有这种臀香的女人一般内心公正 做事不偏不倚 而且做事积极 做事比较的保守和稳重 不喜欢冒进 储财能力比较强 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 婚后生活幸福 一生不会有太大的波折 溜屁股 圆小但结实 如果女人的臀部长得小儿 圆润看上去结实有肉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性格坚毅 意志力比较强 很能吃苦耐劳 做事非常的踏实 为人也比较的务实 属于非常勤快的类型 能够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 不过这种女人一般比较的小气 欲是容易钻牛脚尖 经常会为了一些小事 而想不开 促进非常的大 不喜欢老公与其他女性 有稍微近一些的接触 如果能够嫁一个 宽容心比较强的丈夫的话 家庭就会比较的和谐和幸福 七 臀部 无肉 老 话长讲 皆敢屁股大长腿 不受穷 也是个短命鬼 如果女人年轻时期 臀部瘦而无肉的话 这种女人 一般存钱 能力 比较差 做人做事方面 缺乏定性 工作和家庭 不太稳定 如果是中年时臀部瘦而无肉的话 代表着财运和健康运下降 容易出现生产困难的状况 如果女人 老年时 臀部瘦而无肉的话 代表着与家人的缘分较钱 晚年比较孤苦 不论哪个时期 长有这种臀 相对自身的事业 感情和财运 都是不利的 工作努力 辛苦 却难成大事 有财也留不住 八 臀有肉 并向中间 集中 但两边肉较少 如果女人的臀部有肉 但向中间 集中 臀部两侧肉较少的话 这种女人 一般心性特别地善良 性格温和 待人和善 人缘比较的好 朋友较多 不过这种女人 心性上不够成熟 总是像小孩子一样 喜欢闹情绪 有一些神经质 给人一种喜怒无常的感觉 而且特别地喜欢撒娇 非常的受益性欢迎 容易嫁一个有钱有失的丈夫 婚后 也容易得到丈夫的宠爱 和关心 夫妻关系和谐 子女 孝顺有出息 一生顺利 九方臀 如果 女人的臀部长得稍长 成方形 且臀部的肉 微微向左右两边 下垂的话 这种臀香的女人 大多个性 非常的倔强和好强 独立能力 非常强 凡事 不喜欢求人 属于那种 特别精明能干的类型 事业心非常重 特别的能吃苦耐劳 不过个性太过刚硬 凡事 都得亲力亲为 虽然很有才能 但是一生 非常的劳碌和辛苦 烦恼也比较多 年轻时 吃苦较多 晚年积蓄泼风 物质条件尚可 但精神方面较为疲惫 时 臀部 肉多而翘 民间 有句俗语 叫屁股上扣 小盆 专好找男人 首先来说 长有这种臀香的话 比较能够 衬托出自己的身材 看上去 非常的有吸引力 不过这种女人 对待感情 往往缺乏专意和忠诚 非常的花心 在婚姻 生活中 喜欢享受别人的好 但自己 却不能真心相待 在待人处事 方面也比较的小气 和吝啬 对自己 却非常的大方 花钱 大手大脚 即使有一些钱财 也很难长久 婚姻变数 比较大 除了臀部 还可以 从腿部 来看女子的命运 我们常说 臀腿不分家 这是因为臀部和腿部 构成了我们的下半身 那么腿部 蕴含着什么秘密呢 接着往下看 依上身长下身短 如果一个人上半身 比较短而退却比较长的话 这种腿型的人 在体相中 大多属于奔波劳苦的类型 这种人 一般行动力和执行力 比较强 能够吃苦耐劳 但是做事 往往缺乏思考 和周密的计划 虽然很努力 但是结果 往往不太好 而且在感情方面 所遇到的异性 也大多皆是外貌控者 比较喜欢追求新鲜刺激 不够专义 所以感情方面往往不太顺利 二 腿短而粗 如果一个人腿型 较粗的话 这种人一般比较的有福气 性格方面比较的安逸 非常懂得享受 在感情方面一般 也比较的稳定 为人也非常地喜欢 稳定的情感环境 对于那些对待感情不认真 态度忽冷忽热的人 排斥性极强 反而会对那些 执着追求的异性 比较容易动心 最终能够获得 稳定的感情和家庭 三 修长腿 修长腿是现在 很多女性所追求的的 但修长腿 并不是标准的腿型 腿如果比较修长 但与身材的比例 不协调的话 也是不好的 如果一个人腿型修长 比例比较协调的话 这种人往往感情运势比较好 但是对待感情方面 比较的花心 为人喜欢追求完美 随意 对于另一半的选择 也非常的挑剔 婚姻往往容易出现变故 而比例不协调的人 往往异性缘 比较好 桃花运比 交往 性情交纵 感情比较多变 容易出现结婚 较早的状况 事业方面 也难有起色 四 腿肚子较大 如果女人体型偏瘦 但是腿肚子 却比较大的话 这种女人 一般感情上 比较被动 性情 也比较的冷淡 虽然异性缘 比较好 但是却容易 在感情方面 被欺骗 而如果体型 比较胖的女人 腿肚子比较大的话 这种女人 往往异性缘 非常的差 婚姻 质量也不是很好 而对男人来说的话 腿型还是要以粗壮有力 有骨感为佳 这样的男人 往往根基稳固 事业容易成功 自身运势较好 十五 螺圈腿与 X型腿 螺圈腿又叫O型腿 这个很好识别 就是两腿并拢后 两腿之间 呈现O型的空隙 而如果两腿并拢 双脚向外倾斜的话 则成为X型腿 O型腿一般心眼比较小 而X型腿的人则 性情开放 非常放得开 X型腿的男人 往往做事比较认真 而且整个人看上去 也比较的 有气派 有领导力 但是总体来看的话 这两种腿型的人 往往运势都不太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 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 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